两位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台上24位女嘉宾 大家晚上好 我叫袁伟康 目前生活在江苏南京 今年27岁 这位男嘉宾 由励志新闻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大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在秋天的时候 能带他到我的家乡赏银杏 我的家乡是江苏泰晴 是中国的银杏之乡 教练 太美了 江苏有一个城市叫泰州 泰州下面一个地方叫泰晴 泰晴就是黄桥收笔 新四军那个黄桥 好 赵美闻 你好 男嘉宾 我也特别喜欢秋天 而且秋天的话 我会剪那个银杏 做成花束插到我们家 我想问一下这个图片 具体位置在哪儿啊 这个的话 应该是泰晴的古银杏森林 是很出名的一个景点 秋天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过去 打开拍照什么的 谢谢 郭琪 男嘉宾你好 这里 我家乡是江苏南京 然后我也想给你推荐一个 就是附近就能看到的银杏 然后它就在旁边的石秋 石秋的一个上方村里面 它是南京一个目前树林 最老的一个银杏树 然后它是孙权她的母亲 当年在南京见的 然后会有很多新婚的夫妻 一起去那边祈福啊什么的 希望有机会可以一起去 希望有机会可以一起去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在约会时 我们总是排很长的队 10号 我是基本上是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就是我之前是去北京去爬长城 第一次去爬长城 不是特别了解 然后就跟了个旅行团 然后当时去长城之后 我们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 上长城 爬了10分钟 又排一个半小时队下来 就那次那个经历真的 我再忌忧犹新 就再也不想排那么久的队了 不管是后面遇到一些 什么网红打卡地 我基本上找刨腿买一下 我都不会去排队 因为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这个我是有感受 因为台下的观众 可能知道 就是南京前段时间 有一个很火的弹塔 刚刚开业的时候 我排了很久的队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 很喜欢美食和探店的人 吃到了之后发现 其实跟普通的 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在约会的时候 时间更加宝贵 我觉得不应该花很久的时间 来做排队这种事情 陈晓旭 男嘉宾 你好 但有的时候 比如说情侣一起去游乐场 我觉得游乐场如果没有人的话 就没有游乐场的感觉了 对啊 我就喜欢去游乐场 去排那些项目的队 你看到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打个比方 我说假设你认识一个王子 我把迪士尼为你包下来 让你一个人玩 不用排任何队 所有的东西都为你一个人服务 他觉得有啥意思 排队才热的 李慧慧 你好 男嘉宾 因为我在广州 美食真的超级多 我经常去吃那些美食 排两个小时 都是很稀松常见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在排队的间隙 比如说排两个小时 我们可以去旁边看个电影 或者去其他游乐场 简单地玩耍一下 再排这个队可以吗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就是我指的是那种 在站在一个排队的 那个很长龙里面 然后大家在那边 干等两个小时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前提就是 比如像您刚才说的 你吃过很好吃的东西 然后是有个体验过的经历 然后那它就是一个有益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未知数 是吗 好 好 谢谢 还有一种对排队的 为什么有人不爱排队 就是队越长 你会对你到嘴里边的 这个味道 美味的期待值 就会很高 如果你说 这个店很好吃 很好吃 你去 我说 你说很好吃是吧 我坐下来吃 还行吧 没事 但是你说 哎呀 具好吃 每一次都要排三个小时 我排了三个小时 我排了三个小时 它得多好吃 才对得起这三小时 其实味道也不差 但是我觉得 比起我付出的三小时 它口味没到 所以期待值不一样 是你付出的不一样 不是 有关 是有关 事物 你 participating 这两个小时 我们下车